哇!好漂亮! 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我相信各位经常会发现 有非常漂亮的酒瓶 即将要被丢掉 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做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花瓶 那怎么做呢? 我现在就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像各位可以看我桌上这个有一个酒瓶 那你要做花瓶的话 一定要在上面打一个洞 各位看我已经打好了一个洞 至于这个洞怎么打呢? 各位可以去参考我片尾有介绍 各位可以点进去看 那这个洞打好以后 那基本上这个花瓶就完成了 你就可以种上你想要种的植物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酒瓶把它这样掉起来 可能会更漂亮更美观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现在就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我就准备了这个常用的麻绳有没有 我准备这个麻绳 我是准备了一条2米长的麻绳 2米长的麻绳 现在就是我来为示范 各位示范一下 就是在这个酒瓶的口的这边 我们把它套结 把它套上去这个 然后另外一头我们就把它绑死结 这样绑死结 那因为这个酒瓶本身比较光滑嘛 那这个绳子容易脱落 各位可以在这个 这个上面 黏上热绒胶 这样把它固定住 等它干了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花园里把它吊起来了 也可以拿到一条 但是我看这些不是 我拿到一条 你拿到一条 你拿到一条 它给家里的 你拿到一条 就是 就是 现在已经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到花园里 把它挂起来 如果你觉得麻绳的使用粘线比较短的话 你可以使用古铜色的铝线来取代也不错 现在我们把植物种起来了 接着我就把它挂起来 挂的时候你可以绳子多绕一次 多绕一圈比较固定 然后稍微做个调整这样就好了